美国买房找邱瑞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来到了是张一南律师事务所 如果还不认识张律师的朋友 可以看我们上一期的视频 我知道他长得比我帅 头发也比我多 但是你们不要移情别恋 好张律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硕士 就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哥大 非常非常牛的学校 然后精通移民法商业法和家庭法 而且特别张律师写的是 有人情味专业化 我不明白律师有人情味吗 绝对有 法官不能有 法官也是可以有人情味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对反正就是主要是人可能会有就是怎么说呢 参与的就是感情的一方面 所以就是法官在庭上就是判案的时候 他也会就是怎么说呢 在一定上一定程度上考虑就是感情这一方面 但是不会过多的怎么说呢 就是不会在不允许的情况下把感情和法律参在一起 上庭之前 这是我从我们家乡带来的饺子法官 你吃两口再判了 吃饺子不是送行的时候再吃 这个比喻的不恰当 好 今天我们刚好聊一下房产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遇到租客不交租金怎么办 因为现在不是红州还好 兰州大片大片的不交租金对吧 我们现在管大概80台套房子 我们有三到四个客人每个月晚交到目前还没有不交的 但是恰恰在疫情之前我们有一个客人没有交被我们赶走了 但是当时我还不认识张俱士我们是自己上了庭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还有点后怕的 然后我给你讲一下我到现在还很多东西不明白 所以刚好我给你咨询一下 我们有个客人呢 他是租了我们房子然后压了三倍的押金 好 在Fisco 然后呢 他是每个月拖几天 因为我们每个月到3号之后就开始有罚款了 对 但是他交罚款也交都是拖到十几号再交 他是因为做了手术没有钱还是怎么怎么医疗的 然后但是我们想的是你OK 但是跟我们的屋主没关系 我们只是管理公司 对 所以我们的职责是把钱收上来 对 然后呢 最后拖了两个月 但是每个月他的交 最后还差当月的房租没有交 但罚款他已经交了 好 最后我们觉得我说不行还是要把他赶走 因为他想一直拖一直拖 而且他有时候故意会在房子去找点事 比如说哪坏了哪坏了 实际上没有 我们人还过去 后面上庭 我们就好像是交两百来块钱 是不是 给Fisco那个 小型法庭 小型法庭 就是也没多少人 都是那种像奶茶店 比奶茶店大一点 对 小型法庭就是您说这个规模 对 然后我们去了 他就给我们排了 大概两周左右上庭了吧 对 上庭 然后我当时代表的是屋主 然后还有那个我们就是出租的经纪人吧 对 我们去了 然后那个被告也来了 一个女的其实很体面 人家 我们竟然都到开庭之前 还能微笑像我们俩这样说话 嗯 搞得很熟 对 然后就那个叫什么 他中间要去接小孩 本来我们约的可能是 但排队人很多 我感觉美国天天都是诉讼 排队人很多 还有HOA告业主的 对 是 他在我们前面 然后那女的直接 他有个服务窗口 那女的说 我现在要去接小孩 开庭我来不了 但是我会尽快回来 那按道理来说 我们的理解是你来不了 你就违反了吗 对 就自动输了 对吧 对对对 但是那个女的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惯犯 跟里面人很熟 人家就说我们等她 但是也没有问我们的意见 然后我们没办法 就从10点等到 其实上午从9点就等到12点 本来该到我们 叫到我们名字了 被告没来 人家说那下一个 你们再等一下 我觉得我们作为原告 我们特别委屈 有这个可以理解您的心情当时 这个这是合理的吗 按您这个描述 当然就是这个上庭的就是目的 是不是打最终的就是最终审判 那种就是final trial 也就是双方摆证据 然后当天让法官评个就是输赢 您指的是当时参加的这种庭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根据您刚才所描述的 就是对方的女士因为需要接孩子 暂时离开的法庭 您这个情况但我只是猜想 因为是当时我不在场 但是我猜想有可能是这位女士跟已经告诉了法官把她这个就是接孩子的情况或者需求告诉了法官 法官允许他啊去接孩子然后结完孩子再回来对啊 如果法官已批准的话 他其实不需要您这边的就是同意啊 法官下的什么命令 他就是命令对我准备改行了 我要当法官对我们就很不爽 然后最后等到那个12点的女的还没回来 对那从人前等到人后就就就我们一个啊 对然后法官可能看也不能不开庭啊 就让我们进去了 那法官一看案子很简单就欠钱不还嘛 然后你就有也有押金你就那个判输了就完了 对然后法官就说如果他还不给你给钱你下周再来找我 法官说的挺那个啥的我想起来这个细节了 所以法官说但是我没我没懂是不是还要宣派个什么东西 没有那个过程就整体整体感觉就是特别轻松 然后三五分钟就完了 嗯像您这位去那个出庭的这个这种法庭是小型法庭 也就是去驱逐那个租客的话必须在小型法庭进行 感觉五块钱一上的事就就这都是五块钱以下的事啊 对小型法庭怎么通的就是啊 他的步骤没有怎么通的没有就是正式的法庭那么繁琐啊 所以就是经常会看到就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律师啊在小庭小型法庭 就是诉讼都没律师对所以这种情形下就是这个法律这边的procedure 中文叫这个流程吧啊 所以就是可能没有正式法庭的就是那种啊专业化和就是正式 所以您刚才说这个情形完全可以可能发生 嗯对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就是打完了诉讼到最后都需要法官就是怎么说呢 做一写一张宣判啊对那可能有我我也不清楚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好你说法官判完不是我们就出来了吗 对出来我先走了我们还有两个人门口饿着吃汗吧 嗯嗯然后那个女的回来了你知道吧哦回来这个女的我不知道跟窗口那个服务的认不认识 嗯嗯然后那个窗口的服务的又把我们另外两个人叫住了 说哎你们完了没有里面那个人说是法官叫他们还是什么叫你啊 好还有这种情况吗然后给我打电话我说你们赶快回家法官你判完了 哦你说您当时那个就是您的同事就是他们在法庭吃饭还是在在法庭门口吗 在法庭门口中午都没人了啊对带着女的回来了啊然后冤家什么路窄啊对对对对 然后又让那个又让那个工作人员法院的工作人员当时就说给我们通知要延期的就是开不了庭到等他回来就那个女的对对对对 又把我们两个人结下来啊人家都要走在门口的喊回去说有这种情况吧这个有可能啊 因为就是就像我刚刚所说如果就是这位对方女士啊早上已经把他这个接孩子情况已经告诉法官了啊啊有可能法官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怎么做的决定就说哦你回来以后再开庭再开一次他既然已经回来了啊那自然要怎么说呢就是把啊把起诉方和被告方一起叫回来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那两位准备吃午饭的朋友吧又回去了对啊所以他们说屋主已经走了啊我说我给他们说屋主已经走了这个事跟我没关系屋主已经走了 然后后面才是这样但是那个最后被告的他们我们把押金一共是我我记得是一个月1800吗所以大概四五千块钱的押金我都给他们了啊不是都都都都给公司了 然后我们就是把该修该扣剩下是给屋主了所以实际上这个事我们还赚钱了就是因为很少有租客压三倍押金 嗯好刚才我们聊了我的这个就是一个亲身经历啊但是如果我们一般要请律师来做这个事假设你没有管理公司那你自己管房子啊 对然后租客在赖着不走那现在要把租客驱逐嗯嗯如果要请律师的话我们一般是怎么样一个流程 啊这个就是第一的话就是得需要在这个租客的门上贴这个驱逐的通知 OK对然后就是这个通知的话必须怎么办就是按法律的规定 嗯贴就是怎么办多少天这个就是每个每个案子稍微有一点不同 但总体来说差不多左右三天对然后之后的话就是贴购的天数就可以就是正式的起诉他 嗯起诉的过程就是第一给那个法院递交起诉书嗯然后就是要求法院就是发这个起诉 嗯然后就是把这个起诉票嗯嗯不管是邮寄方式什么方式啊 提供给那个被诉被起诉方对然后被起诉方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啊做出回复 嗯如果他不做出回复的话那就是起诉方可以申请叫做Motion for the fall judgment 就是可以自动赢嗯对嗯但是如果被起诉方他回回应了嗯那就是双方得需要 跟法院安排一个日期来就是参加这个听证会嗯对啊听证会的话就是目的就是 就是从他双方上庭然后摆出口供或者就是怎么说呢口供或者就是笔纸的证据 嗯来证明就是来证一个输赢ok对所以整个过程差不多需要就是三个星期三到四个星期左右 ok对啊当然了就是个别时候法院安排听证会的时间会更长假如就是法庭那会有很多案子的话 嗯所以安排听证会的时间可能对整个过程嗯有有所那个影响嗯对ok ok 我我感觉就这这种你觉得不太可能输吧我们我啊一般情况就是他欠钱不还吧对如果就是欠钱不还嗯嗯而且就是又能成功的证明他是一个租客也就是通过那个租客协议lis agreement对对对啊如果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又证明他是租客然后又证明了他作为租客没有暗示付款对对 就是依然的概率非常非常高还有一些就是有些人比如他不找管理公司然后他华人然后又租给华人很多人我买个大学旁边买个房子然后租给大学生一个月付几百块钱对那这种你就很多不付的或者就跑掉了嗯也有嘛是吧当然有了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是决不决定对就是怎么选择啊租客的话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就是我们上次就是上个上次的就是视频所谈就是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没有钱就说他借就是欠了多少债那他就是进监狱的概率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低就是几乎是零啊除非是就是欠了比如说税务局或者欠了那个chow support就是抚养费的债这方面又不能去监狱你说你说欠税 还需要你说税务局的是哪种钱我怎么说呢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不是专家因为我不是那个专门和税务局打交道嗯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各位观众在税务方面有一些就是更具体的问题建议去找那个专门做联邦税务的律师哦专门做税务律师对但是那个关于欠孩子抚养费因为就是本所做很多离婚案件所以这个 信息肯定没有问题OK对在至少在德州欠抚养费是有可能做监狱哦但是你在外面做生意赔了一个一年这个对这个不会做几乎不可能做监狱哦那跟我们理解真的是差同样对啊所以就是如果当时挑选租客没有挑选好找了一个就是没有钱的一个人那他就是一直欠着您这个房租 嗯就所以说就哪怕我们打停打赢了对拿钱也拿不回来正确因为他本身没有钱OK对而且怎么说呢就是在德州的话呃每一个人他的自己住他自己住的一套房子嗯他这是免于他这个就是做exempt property他是免于被那个执行的这个财产不是你说的是租客也也也算 对怎么说呢就是一般来说租客他租房子因为他自己没有房子啊但是咱们就是打个比方啊他这个租客他有自己的房子啊嗯但是他因为什么原因啊就是在您的就是屋主那儿就租了两个月的房子啊然后一分钱没有付啊这种情况下您把他告上法庭啊赢了诉讼啊现在该拿钱对吧啊但是如果这个租客他的名字底下没有任何财产只有一套 啊他自己的就是40万房子啊那您碰不到这40万房子的一分钱对你说那叫啊exempt property被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如果住在里面我们叫homestead如果对对对是的是的如果是你的ID也在这里面然后你哪怕签但是但是不知道不能签那个不能签那个房产税啊对对房产税签的话那就是房子就可能没了对然后房产税是优移 不先然后银行贷款也不行对对对然后hoa也不行嗯嗯或者是constructionconstructor的钱对那就是如果有lien的话对对对对会对那个就是建筑工会网房子放一个lien啊你信用卡夸一顿爆刷然后不还那没问题啊对至少就是对您住的房子就是对您的这个房子对没有什么啊没有影响好的好的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遇到就是结婚对就是买房对那很多 有些比如说有些比如说我先生是中国文化你懂吗我先生比如说是local是local是美国local对但是我或者我太太是美国local嗯嗯但是很多比如说毕业了之后是妈妈出钱对不是爸爸出钱钱从国内来了嗯嗯对他就说哎我但是虽然是婚前婚后财产已经结婚了对然后首付是家里面付的可不可以把它分开然后这会我们律师需要做哪些东西就是如果你这边做的话这是一种还有卖房子的手 嗯哼那我想就以我自己的名义虽然我已经结婚了对哪怕我没有收入平时也是我先生养我或者我我跟我太太但是我现在没有收入好但是房子呢呃有些是我愿意这样做有些是双方夫妻都同意了就说这个算卖掉之后算我的个人财产 那我们是需要在呃需要在那个需要做一个律师的那个文件吗还是有相关对咱们先就是谈论就是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情形也就是啊怎么说呢就是父母婚后然后就是父母出钱对出那个首付对吧对对对好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父母儿女的就是那一方不管是就是妻子还是丈夫啊如果就是不想让他的配偶就是 嗯嗯怎么说呢嗯怎么说呢争到哪离婚时候拿到就是父母父的那个那个down payment的话呃这个就是有几种几种操作方式可以把这个就是父母放down payment嗯作为就是以防对方配偶离婚时候拿走嗯第一的话就是父母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在转钱时候嗯在在那个银行转条上写这笔钱是 就是给我女儿或者给我女儿或者给我儿子的礼物gift啊对因为在那个德州的婚姻法当中呃第三方给其中一个配偶的这个礼物嗯嗯他就是总是收礼物的人的个人财产ok对好的嗯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是母父母给的钱嗯嗯嗯作为礼物啊给这个儿女 那这个用这笔钱买的房子他也是个儿女的个人财产没有配偶的分ok那那那那他比如说先生在还贷款呢月供了你刚说的只是首付的部分对那我首付部分只有把房子卖了之后才能拿回来首付您是的哦对呃这方面的话就是如果配偶啊他也就是怎么不呢也是付的那个每个月贷款的话 嗯嗯嗯但是他每个月付贷款他并不能改变这个房子是那个个人财产的事实他可以但是他可以在离婚时候跟法官要求就是他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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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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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持有房子这一方平时也是自己还月光 那就离婚的时候跟另外一方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怎么证明他的钱是自己还月光 这个的话在证明这方面有些案子是比较复杂的 如果在这种很难证明的方式下 就是有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也就是把这个房子在不百分之百肯定 它是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的情侣当中 就是配偶两个人可以协议 把个人财产房子可以变成共同财产 或者把共同财产房子变成个人财产房子 可以在婚内双方起草一个协议 把共同财产变成个人财产性质 或者反着变 我觉得是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要独立来看 现在我讲对是的 对就是我刚才就是怎么说 给书的回复是非常非常概括 每一个案子都得需要就是看大 就看细节 对对对 因为一些细节可以是两个整体看起来非常相似的案子 做起来完全不同的做法 OK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关于discrimination 那天我的YouTube频道发了一个主题叫做30万左右华人最喜欢的后院 然后底下有一个他说他是什么房产大鳄 他就说哎那你给我给我推荐一个25万黑人最喜欢的后院 和那个什么40万白人最喜欢的前院 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他就说他就觉得我用华人这个词他觉得是discrimination 就你只是就放到YouTube上一个频道 然后他让我他说你要赶快删掉不删掉我就sue你 然后我也不认识他 然后反正有可能现在因为我们是行在光中 我们在天天在发嘛 对有错是一定的朋友们这是一定的错没给我说啊 但是有些人他觉得我感觉你挣很多钱你知道吧 然后感觉你客户都是你的 然后其实这个市场很大 但是会有底下有这样的情绪在 对那我现在想知道我这个到底有没有违望 但是我已经删了 嗯那如果是这个也算违法 那洛杉矶华人咨询网算不它违法 对你说的就是我第一的话就是我对这个就是 就是discrimination这种诉讼没有什么太多的听见 所以大家只是聊一聊一聊 对啊 在我看来就是我个人就是怎么说的 就是猜想看来这个比较难 形成discrimination 嗯 他会怎么说的就是那个联邦法 他确实就是不允许人们就是在因为就是国籍 或者是人race上就是做出discrimination 但是据我了解 但是据我了解 那是一般不可以就是怎么说呢 以他们的肤色来不允许他们住在一个房子 但是如果就是做广告的时候 这个还不算广告 这个是这个如果是广告是另一种说法 对这是我的客人想买 我只是做了记录 因为我的YouTube是给我的买家看了 对就是ok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更被怎么说呢被建为就是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的可能性更低的一点 ok对啊 因为就是您的就是给您的客户 现有的客户对 我是给我现有的客户 但是别人也可以看到嘛 但你想看到怎么说 因为是这种情况嘛 所以咱们这么说吧 如果我是那个男的的话 我就算想跟您这儿坑钱的话 我也不会以这个discrimination名义来起诉您 我还有很多软肋是吧 你可以用别的来起诉 有没有其他用软肋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要以这个名义起诉您 我拿到钱的可能性是非常低 所以如果我是这位先生的话 ok我不会这样做 对啊 ok 但那么说在美国你可以因为任何的原因 是有任何人这个是真的吗 严格的来说不可以 但是怎么说 我第一在德州来说严格来说不可以 就是在没有法律允许的原因 情况下诉讼的话 这是不被允许的行为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确实有很多就是怎么说呢 没有任何道理的诉讼 然后在法庭上就是一直打 是有的 当然有很多 有很多 我秀你 我说你的头发比我多太多 我很嫉妒你 可以用这个原因吗 这个恐怕还不很高兴 你很高兴是吧 对我确实非常就是怎么说呢 非常高兴你这个原因起诉我 但是怎么说这可能有点就是太远了 就是 OK 但是我个人经历就是确实看到很多不应该诉讼的诉讼在庭上 OK 还有就是咱们现在说这些话 就是如果别人看到假设说我说的不对 或者其实我们是闲聊 也没有什么商业的什么也没有闲聊 那如果别人看了你说的这点不对 你身为一个律师或我身为一个经纪人我们是持执照的人 对 你说这个就不对 我就要sue你 如果有这种可能性的话 这个有这种胜算的可能吗 有这种胜算的可能性 但是一般来说起诉律师都是一般是由客户来起诉律师 如果不是客户的话也可以起诉 但是就得看具体什么原因 客户来起诉律师 对一般常见的是客户起诉律师 因为就是这个律师没有把案子给办好 或者是过程 然后怎么通常把案子给搞砸了等等 对 起诉经纪人就很容易吃饱了撑了就行了 这个怎么办 就是也得看就是原因具体原因吧 对 对 好 行 比如说就是本所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起诉都是比较谨慎的 所以我们接案子之前都会考察这个案子的 就是怎么通常质量好不好 然后这个就是客人就是怎么通常我们能不能达到他的这个期望值 OK 对 如果就是比如说有一位客人跟我说你这个对方逃不太多起诉的话 对 我一般会这个案件一般就是不会接 OK 我当时拿执照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说他去按摩 然后他投诉别人摸他了就是有个案例对对对对那按摩不是让别人摸你吗 对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些按摩是就是只能按摩身体的某些部分 明白明白明白如果就是按错地方的话确实可以 哦 嗯 那是有可能啊我还没想那么多 我是个政治的人 我是个政治的人OK那我那我就明白 好 OK 哇今天就是非常非常的细细非常多的细节 今天聊得很好 谢谢谢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隔行入隔山 而且律师真的是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而且我刚刚看那个随便拿一篇文章那个张亦南律师的阅读速度很快 当然我说了是废话 哈哈 律师哪有读字不快呢 哈哈哈哈 啊 OK 那反正大家 嗯 然后你的就是说如果像我们的客人假设比如说有这些呃 速度的问题那是直接给你们打电话吗 还是就你们就需要收费吗 还是可以就是还是能讲两句话 嗯 当然当然可以了 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我们的呃第一次和我们沟通 我们是在电话上都就是呃联系是免费的啊 对 然后就是但是如果按就是咨询的事项有太多的细节的话 呃我们都就是整风的建议做咨询 OK 对 然后就是咨询的话就是得需要看整风的证据这个案子 对 要不要进行下去等等 我我我我八卦一下 你一般一般律师是怎么收费的 他是按小时还是半小时跟会计师一样吗 这个就是得看案件了 比如说要怎么说得看就是哪方面的案件 比如说我们做的就是这个车祸 人身伤害车祸 这个就是行业规定一般都是按百分比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接的这个案子 不收一分钱 啊 为您就是为客户拿到最后的赔偿 然后再从这个赔偿里面扣除就是比如说三分之一 作为律师费 对 然后如果没有拿到赔偿的话 那自然而然就是没有了费用 有效付钱 对 是的 所以你们可以调查每个人他到底有没有钱 啊 啊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调查的 对 是的 哇 好害怕呀 哈哈哈 而且怎么说一般我们会就是比如说民事诉讼 我们会都会建议跟我们做咨询的客户 先要查这个被起诉的这一方他有没有钱 如果有钱的话 值得打下去 如果确认他一分没有的话 那我们一般不会推建议诉讼 哦 这个工作是在一开始就做 所以这个第一步就是想看他有没有钱 对 是的 就是民事诉讼的话一般是这样 美国人好现实 嗯 哈哈哈 当然了就是另一种收费方式的话 就是您刚所提半小时啊 收费啊 这就是律师做了都都少一小时工作啊 然后就是他会等风能啊 记下来 然后从就是一开始付的down payment 就是扣除已经做好的工作 对 好的好的 行 明白明白 我大概大概了解一下 我是最早因为 也是有我们的客人 然后有一些问题 然后我就加了几个律师的朋友 然后咨询 然后我就发现 张律师是这边那个微信是回的最快的 而且他们是他们的客服嘛 然后我觉得我态度也很好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还有我们老乡 哈哈哈 还有还有新新疆的律师啊 我觉得我们很自豪啊 我们新疆人啊 OK 对 行了 今天就就先聊这么多 我觉得我会把那个张律师的信息到时候打在下面 然后那个 有空的话咱们大家咨询 反正能帮一下帮帮我们的客人 没问题 好的 行 谢谢 多谢您的邀请了 谢谢 OK 那就这样 更多信息可以关注 澳湘美国 加我们的微信 澳湘US003 有问题可以加我们 好吧 这是张律师 好 照片和本人一样帅啊 好 那就这样 拜拜 大家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